上周六日,金山区三河国小秦时生趁着绿美化校园的机会 一起在墙边时种植170株的蒜香藤 要透过攀爬的特性,让一年开两次花的蒜香藤 攀过只隔一道墙的社区街道 未来要让社区的民众也可以欣赏到花朵盛开的美景 金山区三河国小靠近校门的外墙 有一整排的樱花树 每到冬末出春之际,花开一整排相当美丽 为了要让这样的美丽花期来延续 最近三河国小载度趁着绿美化校园的机会 在墙边种植蒜香藤,春秋两季开花时 三河国小又是一片花开 而借由蒜香藤攀爬的特性,只隔一道墙的社区街道 也可以欣赏到花盛开的美景 刚好一个契机,我们的校友就住在学校隔壁 一位高龙桂先生,他是我们的校友 也是我们现在家长会副会长,高龙华的弟弟 他们看到学校的围墙 有一整排的这个山樱花 他们觉得这个山樱花在大概是一月份的时候开花很漂亮 那希望再有其他的植物来延续这个花期 所以有这个蒜香藤的一个种植的活动 那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全家人出动 爸爸小朋友还有邻居都一起来了 来种植这个蒜香藤,总共一百七十株 那花期会在明年的三十月开花 春天开一次,然后秋天也会开一次 在副家长会长的建议之下 三合国校在上周六日 师生一起动手种下一百七十株的蒜香藤 日前学生与老师们也一起将校门口的街边进行创作彩绘 可以说是校园美化与社区营造兼具 透过教育的力量,孩子们也参与家乡社区的改造 对于学生来说,可以说是获得满满的成就 到学校种花 那为什么要种花? 因为要美化这个学校还有整个社区 那好像因为你家里也住在附近 对,家里也在附近,所以就刚好过来帮忙一下 那等到这些花开花之后三四月的时候,你觉得 我会有成就感 因为知道这件事情是自己做过的 所以会有成就感 这个蒜香藤会整个攀岩在我们的围墙上面 会变得很漂亮 那我们也期待那个社区跟学校一个美丽的连结 那之前小朋友其实也有在社区这边帮忙做一个彩绘的一个活动 那现在是我们希望社区跟学校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学习的环境来提供给小朋友 可以见到三合国小校门口往社区活动中心延伸 除了美丽的花卉树木更多了绿美化植栽与铜区的彩绘 让原本纯樸的乡村小道多了一番缤纷的生气 如今再种下一百七十株的蒜香藤 随时等着要攀墙而出 美化校园也美化社区 而学生们也期待蒜香藤盛开的那一刻 准备要来见证自己心情为社区与校园努力的成果 记得到平函的基础